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举动 这个是太反动 太恶劣了 非常非常非常 这是简直是人类历史上都没有看到 比如说以前那些专制的政权 从全苏联到希特勒 他们都没有这么用这样的方式 还把这个爱国主义 他就是爱党的 爱党的精神 要追究到海外的民众 他等于说是 他不光是在中共在中国内部 加强对中国民众的洗脑和灌输 现在等于想把这些灌输 扩散到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侨 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你看他那个教育法的内容 是真是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 中共的党史 还有中共的国旗国歌这些东西 还有加上他的宪法 什么这些 还有中共那些英列 就是为中共死去的一些人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在海外的话 人们都知道中共的真正的党史是什么样的 也真正知道这些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 人们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时 研究马列主义 研究中共党史 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那些历史性人物的时候 都是以这种批判性的 就是说声讨性的 就鄙视性的一个方式 做学术的研究 那现在中共呢 现在居然把这些 它在中国国内洗脑的东西呢 居然想强加到海外的人 或者是海外就是说 这些华人就回国观光的时候 比方说他这个明文规定 说在中共运进的英雄烈士事迹 你比方我们说他什么黄吉光啊 独枪眼啊 董传丽炸调宝啊 还有这些邱烧云被烧死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这些很多都是假的 这些都是假的 比如雷锋啊这种也都是假的 都是中共造谣编出来的 那现在呢 我们在海外这是变成了 人们一种常识 是人们认识到中共洗脑宣传 如果这个人 这个海外人 海外人士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他知道的真相 回到中国去 他告诉他一些 他的那个家里人说呢 其实那个董传丽炸调宝 实际上不是那么必要的 他完全可以找个树柜 找个其他东西来炸 或者邱烧云呢 什么是 到底是烧死了呢 还是火都被烧死了 为什么烧的时候呢 一动不动 为什么烧的时候呢 他身上的弹药都不爆炸 你只要把这些说出来 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哪怕提出一个讲出真相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 在中共按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的话呢 他就是第38第39条 那就是否定中共人中的 英雄烈士事迹 英雄烈士的事迹 那这就应该受到管理处罚 甚至过分犯罪 所以基本上 那个在自由社会的人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民众 都海外接触到自由社会的理想 是机会的 甚至接触到自由社会的思想 和这个历史的真相的人 他们回去 只要一张嘴 那他都会构成犯罪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 非常非常粗暴 就是说倒退和恶劣的 这么一个立法 但是呢 这个我们也知道 现在中共现在就是说 他这种 他是一个control freak control freak 就是他一种控制狂 控制欲极大的控制狂 那他现在呢 就是说 他们认为他有这个权利 他就可以这样去做 但肯定会引起这个巨大的反弹 我看有网友说 这个特别是海外的华侨 他已经入了其他的国籍 就说是 中共是不是混淆 这种国家与国家的这种关系 对 他都不一定会混淆 但是中共是那个 你只要是华人 就是你哪怕是入了 入了外籍的那些 美籍的外籍的华人 在他来说 他都是他的子民 他可能比较野蛮 比较粗暴 比较那种霸道 因为呢 你只要是华人或华裔 就是应该受他管辖 他可能有这种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优越感 认为他是这些所有的华人 全世界华人的主宰 他会有这种很奇怪的那种 那个肮脏的心理 另外爱国主义教育法 还包括了台湾 那您认为 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对台湾目前 面临着这个大选 有什么影响吗 对大选可能不一定有影响 可能会成为 就是说民进党那边 或者反对亲共的那些 党派的人呢 他们可以用来一个 很好的一个借口 应该说你看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做些什么事情 中共做什么事情的啊 它包括台湾的目的 就是说中共来犯台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那他这种宣传 这种洗脑的准备呢 可能跟他的一个 中共准备这个军犯台湾 不一定是完全是武力的 可能是加上软实力啊 其他的力量的 对台湾的那个军犯 做一种思想上的准备 您刚才说了 其实这就是中共在洗脑啊 而且他的这个爱国指的就是爱党 刚才有网友说 中共这种其实是在海外 也没办法得逞 这是吓唬 您怎么看 对 他是的 在海外他很难得逞 但是这个吓唬很可能会奏效 因为就很遗憾的就是说 有很多海外的人呢 他比方说他必须他要回中国去 回中国他要跟他要去研去 研护罩或者去要去得到签证 他必须跟中共打交道 中共的驻外外交人员打交道 他回去以后呢 中共的当地公安局也会对他们奔机啊 追查啊 报备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们只要就是说 这些人比方说在海外 他接触到的真相 中共当时历史的真相 他现在本来要回家去 回家去好好跟这个家人分享一下 现在他有这么个立法呢 他可能就不敢讲话了 他知道他一讲话的话呢 他手上有手机 所以大家有手 没人手上有手机 都是个窃听机 他很可能就会被汇报到 中共官方警方去 他就实际上就起到了一种 就是说 阻吓人们传播真相的一个作用 而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他的作用在于就是说 中共实际上用这个立法 来阻吓了海外的华人呢 把真相带回中国 这个 这实际上是会起作用 很遗憾的 很会起作用 那是不是说就是海外华人回国 或者是探亲啊 或者是访友 是不是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是的 是的 但可能很多人就说 因此想着 不想惹麻烦 对吧 回去以后就不讲话了 本来这些人回国 这些人都是 都是这个 把真相带回中国的一些 一个渠道 这等于中共现在把这个渠道给堵住了 另外我看还有一条报导说 大陆的国企高管办移民 被中共当间谍给抓起来了 这与中共推行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有什么关系吗 我都不知道 它跟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它这个中共高管办移民的话呢 它会带着那个很多外汇出讨 它等于说是表示对中国经济的那种不相信 不放心 没有信心 上市的信心 并且它会带着资金出逃 会关掉中国那个工厂 这个中共那个非常不乐意见到 所以中共也非常的无理 蛮横和无理 它把它办移民 你比方说 它可能把这些国内这些公司 那些股份啊股权啊经营状况 这些东西都带走了 带出去了 带出去以后呢 那中共就说你就是办那个 把他当作间谍 把他当作间谍 你把中国的经济机密 或中国这个经济假象 戳破中国中国经济假象 这些东西呢 都带到海外去了 带到海外去了 那不就是泄密 它用这个方式呢 它可以把它给抓起来 可以阻止它的资金呢 流出中国 这个我看 它用这个方式来阻碌人民逃走 然后用来帮助那个维持中共的经济 那是不是中国人 这个移民更难了 是的 因为这个你就要绕过很多很多渠道 要证明你这个钱都是清白的 那里面有什么税有税收上 完税证明 对吧 并且没有什么机密 就是说它就是它会有很多很多限制 对 就是说现在如果这些 你还没有跑没有认出中国的话 现在下面下面会越南 我看一个报道说就是很多人通过这个其他的渠道 偷渡的这种方式 越来越多 是啊这个偷渡肯定是有的 尤其美国这段前这段时间 南部边境不是门户大开吗 很多人走线来到了 这个偷渡逃离中国 但是中国人都会在中国 逃离中国的这些民众一直是有 其实中国这个中共国家 这个历史上已经好几次大的讨难潮 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次香港 香港逃往香港这个大逃亡 这个据说有上百万这个上百万大陆人 偷渡去了香港 后来这些人很多成了这个香港 现在这些财富经营 知识经营 那当然实际上这个中国民众逃离中共统治 逃离中共铁网 铁木的 或者是那个努力一直在进行 一直在进行 那现在这个中共这个大船要沉掉了 中国经济垮掉了 现在更多的人包括很多富人有千人 都想要带着钱逃掉了 但是祝他们好运了 不是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的 在中国的警方数字连决于 从来没有人都有 就站在北京的投资 他人员的决定 在北京的经济下方 在北京的北京的西亚 中文社会智奥 亚派遜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